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正式被免职 一个月前就沸沸扬扬的谣言 再一次被证实原来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路透社曾因一个月前在微博发布这个消息而被封杀 当时的证监会还假门假式的要求路透社更正 现在看来那不过是赌场老千的又一个手段 报道称 中国农业银行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刘世瑜 接替肖刚成为下一任中国证监会的掌门人 但有趣的是 这位新的掌门人在担任农行行长期间 曾入市38亿 也输得个血本无归 所以指望刘世瑜能为自己翻盘的股民 恐怕需要适当下调一点期待 毕竟赌场就是赌场 不管谁来做这个老大 散户股民都是待宰的羔羊 所以还是那句话 珍惜生命远离赌场 继喉舌央视不久前在新闻联播隆重推出 孝顺国家才是最大的孝道的乱伦理论之后 日前大裤衩再次突破无耻底线 公然打出了央视性党的口号 向党效忠 先来说央视的孝顺国家的逻辑 为什么是乱伦的 众所周知 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 是指儿女或晚辈的言行举止 都应尊重父母 家里的长辈 以及先人的良心意愿 不使家门蒙羞 是一种以家庭和亲情为重心的 伦常关系表现 中国人讲百姓孝为先 可见孝顺在中华传统观念当中的分量 而央视所宣扬的孝顺 首先是孝顺国家 孝顺国家才是最大的孝道之说 则完全抛开了家庭与亲情 颠倒了中国传统中 家先于国 亲情高于政治的社会伦理 把国家和政治凌驾于家庭和亲情之上 完全是文革老调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改头换面 不仅辱没了人性 也是对人伦的践踏 再说 央视这里所说的国家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而是指权力 说到底是掌控了国家权力的共产邪党 所以央视所谓的孝顺国家 说白了 其实就是孝顺党 可共产党不是口口声声地称 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吗 现在怎么反过来 让你们的父母来孝顺你们了 这不是乱伦 又是什么 当然 以淫乱后宫著称的央视 搞出孝顺国家 这么个乱伦理论来 也并不出乎意外 进而对其公然打出央视姓党的无耻口号 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跟党走到跟党姓 央视以及其他官媒喉舌 对他们自己的无耻下作 已经毫不掩饰 而到现在仍分不清党国 还盲目相信喉舌宣传的中国人 则实在是可悲可叹 因为要知道 就连曾经在央视 经常哭天抹泪的吆喝 要孝顺国家 孝顺到开会从不投反对票 或弃权票 不给国家添乱的共和国脊梁 都要悄悄移民加拿大了 当然 不管真假 倪平有移民他国 而不孝顺党国 或说他有孝顺任何国家的自由 其实大家真正不满的 是倪平的口是心非 言行相左的分裂和虚伪 但只说倪平一人似乎有欠功允 因为经常出没人民大会堂的那些脊梁们 哪个人的兜里没有几本外国护照 要说孝党 这些吃里扒外 祸国殃民的党徒们 才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 不孝顺任何国家的兜里 bo